伤敵 最重要就是把他的眼睛伤了之后 他看不见了 他没有办法对你进行攻击了 而在实际的战场上面 雷达就是那眼睛 而要把雷达给消灭掉 最好的一种方式 就是用什么呢 电磁脉冲弹 而这种电磁脉冲弹 不只是美国在研发 中国大陆在研究当中 连台湾现在都偷偷摸摸在进行呢 好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各位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超级战舰跟骇客任务的话 那请问雷射厉害还电磁脉冲厉害 雷射厉害 好 你说是雷射厉害 雷射是攻击性 它可以直接的把你摧毁掉 但是我不想把你直接摧毁掉 我也不想涂炭森林的时候 那请问一下 你想不想运用骇客任务的方式 它只要按钮一按 各位看 它只要按钮一按 EMP电磁脉冲出去的时候 请问一下 就是这个光束 就是这种光束 它可以让你的所有的电子系统 在一期间完全瓦解 所有的系统在这一瞬之间 全部都变成瘫痪了 瘫痪了 所以电磁脉冲的理论怎么出来 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们进行高空核爆 高空核爆完了以后 他发现方圆十公里以内的 所有的电子系统完全瘫痪 也就是说我拥有电磁脉冲弹 我比雷射还更强 对 控制它伤害的面积小 人员不会伤害 但是武器全部摧毁 所以我们看骇客任务 我们看骇客任务的时候 我们就理解到电磁脉冲的可怕 就是因为电磁脉冲的可怕 各位 有两场战役是美国搞给你看的 一次是进攻伊拉克 另外一次是第二次波斯湾战争 现在更让大家感到害怕的是什么 电磁脉冲 这是电磁脉冲的实验 现在正要做实验 车子正要冲过来 冲过来 如果是汽车炸弹客 你注意 电磁脉冲启动了 启动 好 如果是 车洗火就是说 完全没电力 好 完全发不动 这一段影片是北约 现在正在实验 因为他们认为说 恐怖分子经常使用汽车炸弹的话 我如何去防止它 你是说我们用了电磁脉冲系统 让你这部车 连进都进不到我的半径范围之内 只要你使用电磁电瓶 你全部都进不了我的半径范围内 所有的汽车都又有电磁跟电瓶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电磁脉冲是自首可热的武器 好 各位知道电磁脉冲 它的理论 我们不必讲的非常复杂 它有两种 一种是核爆产生的影响 核爆我就不讲 那一种就是人工的电磁脉冲 人工电磁脉冲最著名的炸弹是MK84 叫做联合制导攻击弹药 这一种它主要是把化学性能变成一种物理性能 然后它推进它前面有一个微波器 所以它只要穿过去的话 它在定点投射 刚刚好各位就看看这一张 我只要在定点投射 我的方圆差不多五六公里或者十公里 也就是差不多五公里的范围之内 全部都停摆了 这里它全部它都停摆了 所以这个是用人工电磁脉冲 人工电磁脉冲 现在美国已经是发展到一个极限 而俄罗斯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现在是想运用什么 东风21来打航母 只要它北斗卫星能够定位的话 各位看东风21它绝对可以打到航母 它打航母不是说把你的航母摧毁掉 那是怎么做 它用电磁脉冲的原理 也就是我在高空爆炸 高空爆炸到水面上 让你战机没有办法起飞 让你航母的动力消失 当然航母动力消失不可能 因为它是核能 你影响不了它 但是航母上的直管通行系统 完全瞬间瘫痪 也就是说瞬间我让你的直管通行系统瘫痪 你的飞机不能起飞不能降落 你航母作战能力 0 对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是对抗 那个美军的航母的作战方式 那现在台湾有没有发展 台湾有 台湾的悬置号 所有悬置号 悬机计划 悬天计划 都跟电子脉冲有关 都跟电子作战有关 其实台湾的悬天计划 已经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是仿造了美国的JATEM 然后到九棚已经测试过了 已经测试过了 实弹测试过了 实弹测试 但是类似这种实弹测试 它适不适合大面积的 因为它不敢做很大的实验 它只敢在小范围 因为大面积的话会影响到台东屏东 所以它小面积用MK84 已经做过一次实验 结果那次实验是成功的 因为那个比较弹药 差不多2000磅左右 它那次实验已经成功了 换句话说 它成功的经验 所以也就是说台湾实验成功之后 表示马上就可以拥有 这样的电池卖冲淡了 要不要装在熊3 要不要装在熊21 甚至于要不要装在熊2 熊3 甚至于要不要装在地对地导弹上面 要不要装 其实我们做的是2000磅的实验 但是一般导弹都是500磅的弹头 所以这个成功的经验 让台湾所谓悬天计划 我受到美国的注意 而且中国大陆也在密切注意 台湾对于悬字号的发展 台湾的悬天计划 现在美国也在注意 因为我们已经研发成功了 但是这样的实验 这样的计划当中 最重要我们要把一个 不可能变成可能 但是在真实的社会 真实的生活当中 有许许多多 不可能是事情 却真实的发生了 社长 刚才华干在讲 保莱坞很多特效 它可以把不可能的事情 好像变成可能 但那是电影特效 但我现在要讲的 它是真实发生在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你会觉得天荒月坛 它真实存在的 第一个我跟各位讲 是有一个28岁的青年 叫凯文 这个你会觉得 它很奇怪 它当时在美国 迈阿密 一个沙滩 它在做什么 做那个所谓的风针冲浪 最流行的 最新的一种运动 风针冲浪 有风最好 所以它飞起来的 对啊 有一次它就特别 你看影片 它有一次选择那种 台风天 等一下 这个人已经不是飞起来 而是飞得很高 飞得很高 就整个把它带上来 那风一来就是 整个把它带上来 它不只是离开海面 它已经冲到陆地上 对 带到空中 然后重重摔到陆地上 那你以为这样就结束 没有 再给拉起来 又是又把它拉起来 一拉拉到 去撞到整个大楼 撞墙 整个人 那个整个风速 这真的叫撞墙 台风的风速 这样整个带去撞大楼 那你说这个人 九十一生 应该要完蛋了 大概楚头悬散了 它下来以后 骨折脑震荡 真的很严重 但是既然把它救活了 人居然活了 你看它已经倒在地上 不会动了 有没有看到 风针冲浪 这么恐怖 台风天的结果 就变这样子了 对 你想人肉体 撞到那个水泥大楼 怎么可能存活 台风天这么高的速度 从空中撞下去 结果既然把它救活了 那你以为 这是九十一生 可能硬气不错 毕竟它不是很高的地方 那我再讲了 一个更恐怖的 一个小屋间大屋的案例 这个只是小屋而已 另外有一个在 在1971年 这个非常有名 有一部那个纪录片 叫希望之意 就是用它的例子拍 德国的一个导演 希望之意那个纪录片 这个人叫什么 叫朱立安 他在1971的时候 12月24号 刚有圣诞节前一天 坐那个航空公司 飞机起飞 当时飞机飞了 大概半个小时 密武航空 飞了半个小时以后 碰到什么 碰到那个空中 那个所谓的空中雷爆 那个闪电打雷 那结果飞机被那个 闪电击中右翼 整个右翼是断掉了 断掉了 糟了 那飞机绝对要坠机了 坠机 结果它在 不止坠机 等于在空中是解体了 在空中直接解体 那当时离地面多少 大概6000公尺 什么6000公尺 6000公尺 一个半 一三的高度 那完了 上面的人击毁人亡了 是真的击毁人亡 92个人全部上命 但只有它活下来 它从6000公尺的高空 自由肉体掉下来 它有带那个降落伞吗 没有 没有降落伞 它怎么可能会活下来 而且活下来 它降落地点 很不幸在哪里 在亚马逊雨林 原始丛林里面 亚马逊丛林 大家知道吧 它从那么高 6000公尺高度 掉到地面 居然没死 没死 其他都死掉 其他91个死掉 它没死 没死是它在 亚马逊丛林里面 要存活 没有任何装备 没有食物 但是它又不是飞鼠 它是人 怎么居然能存活呢 探险家准备好进去都出不来 它在里面活了几十天 它还可以在里面活几十天 有水质 有门瘦 毒蛇什么东西的 它下来是唯一的受伤的地方 是手背那个树枝割伤 可是它又不懂得野外求生 它怎么能带到野外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它就是存活下来 几十天以后 它让它手受伤 当时很多亚马逊 那个果蜊什么东西 那个下软下在它那伤口里面 都长蛆 伤口还长蛆 后来走到一个小溪边 被人家发现以后 获救几十天以后 获救 它那个去医院里面 那个伤口里面 长漆长得多少 抓出五十几只 这么多 对啊 它这样存活下来 一个女人 在亚马逊丛里面 墜机再加上亚马逊丛林 活过来了 所以它被拍成那个纪录片 希望之一 另外还有一个是空姐 空姐这个是 这个是世界军事记录 那个自由落体的一个保持人 他也是空 他在那个飞机上 那个塞尔维亚那个航空公司 被那个恐怖攻击 恐怖攻击的时候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上 飞机直接在上面解体 解体 他就一万公尺上面高空落下来 刚才说六千公尺 他是一万公尺 直接落下来 到地面上 五折 但是一万公尺高空下来 人早就粉身碎骨了 对啊 他没有 而且在那高空温度那么的低 他还可以存活下来 所以说不可能 所以我们讲不可能 但问题他就存活下来 他下来也有受伤 骨折 还有什么脊椎骨 断裂之类的 种种 结果这个 这个他本身是空中小姐 这个那部 那个塞尔维亚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 搭他自己航空公司的飞机 下来以后后来 受重伤 重伤也送医院 你知道这个人死了没有 救活了 还是再活过来 送到医院还能救活 活过来又 后来还继续当空姐 摔到地面 只剩一口气 居然到了医院 还能活下来 还继续当空姐 对啊 所以你说 他现在还能回去当空姐 当空姐 对后来 后来一直在执行当空姐 所以后来你看 他那个金石世界纪录说 没有人可以从一万公尺 自由落体 而这世界上的强国之间 互相较劲 除了军事方面 还有什么呢 大家想想看 美国农业科技发展 很强 但中国大陆派出了间谍 去美国偷什么 偷种子 这种子里面 究竟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